注重环境整洁的副理乡长江东城 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固定的清扫街道和社区的活动 而这一次更号召了更多的民众走到街道 在过年节前进行了大扫除的活动 希望返乡过节的民众能够有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来过年 在113年春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之际 副理乡公所30号办理年终大扫除及扫街的活动 由乡长江东城率领公所各客室主管以及同仁 代表会主席叶嘉宏 副理社区发展协会志工来一起扫街 还有就学就业的孩子们都回到我们副理乡 可以看到我们患然一新的一个副理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街道 所以请各所有的乡亲啊 把家里面不要的东西来一个除旧步行把它丢弃 我们跟我们的环保守啊 约定这个时间啊 把它大型的器具不要的器具啊 全部把它丢弃 所以让整个这个家庭啊 看起来就会清爽多了 注重环境整洁的布里乡长江东城 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固定清扫街道社区等等的活动 而这次更是号召了更多居民走到街道 在过年节前进行大扫除 希望返乡过节的民众能够有干净舒服的环境过年 大家的团结 每次有听到说发布说要大扫除的话 这些妈妈们都很用心 大家都很合作 期盼透过这一次的年终大扫除活动 让每一位乡亲都能在整洁的环境中迎接2024年的到来 请乡亲朋友掌握春节垃圾收运期程 一同清洁环境喜迎新年 记者高雄双复理箱采访报道